-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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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hello! 大家好,我是Pedia,今天帶來是我們的暗影格鬥3,那各位都知道這個突襲模式已經在暗影格鬥3正式實裝了,對那現在,今天本來是要來做一期影片來跟各位講甚麼去 去應付虛空隨從的一些特殊技 但是我開遊戲的時候他已經換BOSS了 變成現在這個懲罰者 所以我們今天變成說來討論懲罰者 還有一個皇朝的新體系 那現在就要看到我們進入這個懲罰者洛蘭的對戰 那圖形模式呢 他是跟暗影格都基本相同的 那我這邊並不會去使用彈藥 因為我認為不需要 那另外就是我們今天玩的套路是毒套路 對這個東西是我本來要在正式服更新之前 就要跟各位講的一個套路 但是因為一些事情 所以我並沒有辦法即時出影片 那所以我們到現在來講 那這個套路簡單來講就是利用武器的這個毒害 對在正式服的毒害很爛 但是到正式服之後有一個修正 還有這個盔甲的毒汁 對那除此之外就是在增加一些 增加傷害的一些天賦啊的技能 對比如說什麼 然後性力之腳增加這個腳踢的傷害 對那毒汁呢 只用腳踢或者過肩摔頭 都是可以觸發的 所以並不一定說你真的要空手去打 對當然你要空手去打倒也可以啦 對那不管等到我們這邊武器呢 是使用了這個毒害 所以說是武器跟空手都可以觸發這個毒的效果 那武器的方面呢 則是還有帶了一個增加連擊時間的這個 這個不斷增長的胃口 對這個東西目的是要讓我的疾風攻擊 更這個更穩定 對 再來就是武器的部分這個 大刀的一個特別刀是升滿的 那不過有一些天賦物啊不是有些天賦物 不是有些天賦物 有一些技能我其實並沒有升滿 對因為這個他 估計這個補償的這個能 那個資源 說實話 真的很少 對他只夠你升滿一兩個 一兩三個技能而已 就很可惜喔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 BOSS 他在這個 這是第三階段的BOSS 那有趣的是在第三階段之後呢 呃 應該要說這樣講 第一階段的這個懲罰者 他是只有一個空手沒有任何能力的 然後第二階段呢 則是會實裝他的特殊 呃特殊技能 這個 你看他的能量條了 能量條如果滿了的話 他就會使用暗影能力 那這個暗影能力比較特殊 他是用藍色的特效 然後是爆破 但是攻擊範圍更大 對 那在這一回合 呃這個第三階段呢 會再增加一個規則 是毒夫 你可以看到我這個 身上一直有這個debuff 然後我就一直持續受到傷害 對 那這個若嵐呢 他本身也是玩這個毒體系的 所以你看到他攻擊我 我身上也有毒喔 對 他有在毒汁也有在毒害 對 非常恐怖 那簡單來講呢 這就是你一直揍他的話 你的血量就會降低 但是 如果你是全程壓制他的話 那你也不會被毒死 對 就是你 如果是雙方會有來有回的話 你很容易就會被毒死 對 但是如果一方面去壓制他的話 就另一回事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喔 對 那另外就是 呃 這個懲罰者 若嵐呢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精進的一個AI 所以有時候你在一些 呃 正常來講 你可以雀頭的狀況之下 也是沒有辦法去摔頭的 對 這個各位要注意一下 所以說要不要去玩那種 可以摔頭的一些操作 欸 要再思考一下 比如說角落的黃蟲突襲 或者是 呃 使用這個下梯階 黃巢下梯階 對 那 你們等一下可以看看我這個 毒套路所造成的傷害 這個造成的傷害量真的非常非常大 對 這個是 我不確定是他們數字填出來是怎樣 但是就是 呃 他好像是每秒造成你 呃 你給的傷害 就是 這幾塊是多少 75%觸發這個 造成75%傷害的這個毒數 毒傷喔 那基本上就是你每秒會造成75% 那這是一層 他可以疊成 疊到五層 更高 那你疊上去之後 你每秒等於是要打他五六下 這就是 這就是這個毒害 這個毒體系為什麼這麼猛的原因喔 對 那這個圖標呢 他最多是顯示到五層啦 就是從 呃 一般到 罕見到 史詩到 獨特再到 這個 傳奇的顏色 對 那 呃實際上能不能再疊更高 這個我不知道 對 那不能怎樣 你可以看到的是這個 懲罰者 若嵐他只要有機會 他就會做進攻 拉遠距離 他就很容易會使出這個 前跳梯喔 所以說你就可以使用一些 可以對空的招式 把他給打下來 然後再利用側翻梯 對 那這就是 呃 基本上他收掉了啦 你看他的血量 現在大概剩這個樣子 對 那這地方被毒死了 畢竟這是有來我回 我就很容易被毒死喔 那我們這邊退出啦 欸欸欸 只差一千多滴血 我們稍微等一下他就結束了 好不好 對 對 呃 他會改成使用 痛苦惡夢的套裝 對 各位看一下 痛苦惡夢的套裝是 呃 有如何的一個效果 就搭配著我剛剛講的 毒體系 毒上加毒的一個效果 對 那跟你講一下 現在這個AI 每一個AI開場都會使用重體 所以你就直接把他打下來就好 那這一回合呢 沒有大招中決 所以我使用的是前踢 這地方沒有抓到起身 無法格擋的有點可惜 那這邊這個 呃 第一輪 這個 我還在所謂痛苦惡夢 你知道嗎 我還在所謂痛苦惡夢 因為 不常玩嘛 比起大招來講 沒有那麼常玩 尤其是在改版之後 那 呃 所以你看到這邊有一些 應對上面有 是有很 是相當有瑕疵的喔 那另外就是我覺得很奇怪 是現在的這個搖桿 它搖桿很奇怪 有時候你壓著按鍵 它不會有效果 你要一直爆點 它才會給你輸入指令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bug 那你看到是剛剛這地方 因為我熟悉度不足 直接被對方 被洛蘭給收掉了 那來到第二場 對 那第二輪再來一次 欸 每場開場都一樣 對 開場的動作都差不多 對 前踢側翻 側翻接下踢 然後看你要不要拚拚看能不能摔 那我是不建議在這一個 對方若蘭的戰鬥裡面去拚摔的喔 對 因為太危險了 很容易被 呃 若蘭搶招 等一下全兩機也cancel掉了 再摔 再側翻踢 呃 這個體系呢 其實比較好的是 多利用全 腳踢 利用毒支 毒支的效果 而不是毒害 對 毒支的效果好像比毒害還要強一些 再加上 我這邊使用的是複合擴建 所以我用複合擴建造成的傷害 平均每一下的傷害又比較低 就佔用那個毒的 如果說它最高只能到五成的話 就佔用了那個毒的效果 對 就會比較尷尬一些啦 呃 在這一輪呢 我打了大概 呃 九千多的傷害 對 非常爆棚的傷害喔 呵呵 這一輪就是 剛剛 剛剛那一輪就是 給各位展示的比較 正確的操作啦 就是全程壓制這個若蘭 那再來到第三場 一樣的開場喔 就是這個地方我講過了 就側翻側翻 然後下梯 這地方我想拼拼看摔 就被懲罰了 就像我剛剛說的一樣 所以說 要不要拼摔 各位真的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對 那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是 想要供各位講 就是我解包的時候 我發現說 呃 目前有看到的BOSS框 呃 虛空的BOSS框 有吉思魔 然後中士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的 若蘭虛空隨從 然後還有一個巨像 那已經實裝一個 在Banner上面的一個 這個 人物圖的會是 若蘭虛空隨從 還有這個巨像 這個巨像呢 是帝國軍的一個角色 他頭就是 呃 各位還記得那個 酋長嗎 就是第五章的酋長 打完酋長之後不是會打一個 石像嗎 就類似那個感覺 那個石像 但是他武器帶來的是 複合...不是複合擴建 不好意思 他武器帶來的是廉家與盾 各位要注意一下 然後另外就是我在解包裡面發現一個 呃... 新的複合擴建的一個圖喔 他是五號 所以說 呃...很有可能 要嘛 獨特武器 要嘛 又有一把這個傳奇的那個 呃...複合擴建要來 但是這個複合擴建是 史詩複合擴建 這個帝國珍珠的一個二P色 所以我認為 比較有可能會是獨特武器 對 就像是呃... 獨特頭斧 他的... 他就是傳奇頭斧的一個二P色 類似這種概念 對 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新的這個複合擴建的一個配色 我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而且他貌似也有發光資訊 就是呃...可以像我現在身上的裝備一樣發光 對 這是在呃... 改皮膚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喔 就是你的裝備會不會發光 對 那我是不會去把... 我... 我不會... 我沒有那個技術把... 不會發光的裝備 改成會發光 這是一個問題 對 那不過... 就慢慢來嘛 反正這個... 關於什麼模組的... 我就慢慢學 那這邊打完之後呢 閒聊完了 打完了 那這邊也就結束了 對 這一輪打的是比較快的喔 對 那隊友可能也比較... 比較正常一點嗎 我不知道 不管怎麼樣 又是把隊友甩開一大... 甩開兩條街的一個輸出喔 對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毒體系有多猛 或者說 隊友有多... 我也真的很好奇 對... 到底隊友是AI還是玩戰 你知道嗎? 怎麼可能他們傷害那麼低對不對 我一輪可以打個... 三千四千 甚至九千 他們一輪... 他們整輪下來... 我全部打完之後 他們只打了... 我一輪的傷害... WTF 我可以打到... 他在那一輪... 我可以打到這一個一輪...